粉丝提问,如果枪的年龄就是它的后座力会如何? 不啰嗦,直接来盘点一下三个影响 一,AKM没人用了 如果真的这么改,那AKM就彻底废了呀 因为它的年龄是步枪中最大的 在1959年正式生产装备,至今已经63岁了 这个后座力肯定非常大 AKM很难有人能压住了 二,汤姆逊可以删除了 汤姆逊冲锋枪是二战期间非常著名的冲锋枪 它的生产是从1919年开始的 已经103岁了,跨越了一个世纪 汤姆逊的后座力变得比AKM还大 而且它的子弹速度很慢 从此以后绝对不会有玩家去用它了 三,MK47无敌了 MK47为什么会无敌呢? 在现版本MK47确实很弱 没有全自动模式,但容量只有20发 而且后座力也比较大 毕竟用的是7.62子弹 可MK47是2015年诞生的超现代枪械 按照年龄算的话才7岁 也就是后座力超级低了 如果满配肯定就是零后座力了 这样MK47即使没有全自动 也是超强的一把步枪 将称霸之急 小伙伴们,对此你们怎么看呢? 欢迎点赞三连哦 我们下期见